许多人对私有产权的理解完全是错的 大家好,我是龚师傅,欢迎来到银娟频道 下文原创漫天雪798,来自微信公众号漫天霹雳plus 自从国家诞生以后,这世界上就已经没有百分之百的意义上的私有产权 国家就是在一定领土疆域内垄断安保和司法 以强制性征炼为基础,得以存续的组织 现在所有的私有财产,其权能都属于基数状态 只要有税收的存在,就意味着你的财产到底能保留多少 不是你自己说了算 只要有各项干预政主义的立法存在,就意味着你没有完整的产权 你只是被允许在一段时间内以立法允许的方式使用而已 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私有产权都是法允资产,民意产权 全世界没有一方净土 哪一方侵犯产权的程度少一点,比如税收低一点,管制少一点 那就是产权更加完整,也就是更加自由 爱尔兰最高的所得税是12.5%,管制相对宽松 爱尔兰的产权就更完整 因此吸引了众多的跨国企业在爱尔兰设立欧洲总部 爱尔兰的经济发展速度和人均富裕程度 也由此在欧洲和全世界名列前茅 而美国的公司所得税是21% 珍尼特耶伦还要在全球设置最低税率15% 这就说明美国没有爱尔兰产权完整,没有爱尔兰自由 所以产权的完整性不能看他写在字面上的立法 私有财产省慎不可侵犯写进了宪法中 不代表产权保护就更好 最关键的是,民主跟私有产权的保护没有半毛钱关系 其实恰恰相反,民主就是对私有产权进行系统性侵犯的制度 民主派公知们说 美国私有财产受到严格保护 只要买下一块地,上到天空,下到地下都是产权人的 这是认知错误 首先,上入天下入地本身就是胡说八道 根本没有的是 一个人的产权界限限于保障其行动完整性 侵犬就是侵犯了其行动完整性 我的房子或者农场 你在上面搭电线如果太低 影响了我的树木和庄稼成长 这就侵犯了我的行动完整性 但是一个无线电波从房子上空通过 你可以屏蔽这个信号 但是它并没有侵犯你的行动完整性 因此不能因此主张侵犬 你能以产权之名将从你领空飞行的飞机打下来吗 你可以把深埋在你房子地下一千米的石油看作是你的吗 美国法院不会支持你的做法 其次,产权是你的 但是如何使用要听政府的 那么这个产权其实属于国家 亚特兰大实行严苛的空置税法 房东不得空置房子 在法国西班牙房子空置了 流浪汉可以搬进去住 还不能驱逐 这是个什么狗屁产权 再次房产税是产权不完整的又一标志 一套一百万的房子 假如每年挣百分之二的固定资产税 五十年后 你就相当于重新买了一次自己的房子 最后还有一产税 死的时候一半要交税了 奋斗一生给孩子留着财产 到底合错之友 凭什么要拿走一半 为什么要打击勤劳和节俭 所以不能从表面现象来判断产权状况 如果只有只看产权登记部 纳粹德国的产权也是完整的 因为希特勒并没有没收企业的财产 然而企业要怎么生产 必须听从党卫军的安排 如果只看民意产权 却不看纳税高低 那跨国企业为什么偏爱爱尔兰 一个又有房产税 又有遗产税的土地房产 这个产权真的是完整的吗 中国暂时没有这两项税收 中国房产税暂时只针对经营性房产 所以中国的产权更完整 做产权比较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看清本质 找到中国四十年繁荣的根源 那就是产权得到了更好的保护 而美国和日本实行的是干预主义 他错误的地方我们当然应该彻底摒弃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下期见拜拜